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NumpPi的 所以和切片这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我们在NumpPi里面 可能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部分功能 所以在NumpPi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呢 我们加载了这样 一个二维数组 对不对 一个二维数组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想要对它取某一行 或者某一行的操作 该怎么取呢 我们取某一行 取某一列 我们之前的列表里面 列表呢 由于它只是一个一维的 这样一个样子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维的 所以我们只用 比如说取距离某一个是 距离某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给它传一个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传个所以 比如传个所以三 表示取对应四这个位置的值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在NumpPi里面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取的这个数据呢 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二维的 它不仅有行还有列 所以说 我们具体要取某一行 某一列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给它明确一下 到底要取哪一行 然后在列这一列上 在列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应该取哪一列 这种操作呢 都是应该给它明确的 所以说下面呢 我们就集合刚刚所读出来的 这样一个T2 这样一个英国数据呢 来对它做一些处理 首先呢 我们知道 T2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来 取航 那取航这个操作该怎么取呢 其实非常简单 在行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知道 每一行表一条数据 所以对于一个 nd array 或者说numpi的 array的类型的话呢 我们直接可以写 比如说取第三条 写个2就可以了 写个2 在这直接这样写 它表示取的是行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每一行 表示是一条数据 我们现在取第二 第三条 我们写个2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行数据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之间打一串新黄线 也是一样 也是从零开始的 我们也讲过 在我们前面所学的关系 所以那个位置 只有什么 不是从零开始的呀 xpass 其他都是从零开始的 下标 所以 对吧 只有xpass从一开始 其他都是从零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三条数据 对不对 这样写 所以大家需要理解 我们如果说要取某一行 我们直接在里面 写一个指示就可以了 要和右腿想 我要取好几行的 对不对 我要取第二行开始 后面的每一行 取多行 那么这里写个连续 的多行 连续的多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72 然后呢 28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把这个取航注射掉 是不是从这行出去开始 大家看这行跟这行是不是一样的呀 那可能又有问题了 我要取不连续的多行 我们要取什么呢 不连续多行 比如说我们要取第一行 第八行 第十行 这三行没怎么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说呢 写多号对不对 写多号呢 肯定是不可以的 第二行 第八行 第十行 把下面先注射掉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可能是不可以的 那怎么样才能取到 连续多号呢 再加一个方块就可以了 再加一个方块 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行 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来尝试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的呀 是不是可以的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只用取一行的时候 我们只传一个值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取多行 特别是不连续多号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方括 像是方括这种形式来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这是个什么类型呀 这个结果 T2取了第二行 一八行 一十行之后 它类型是什么类型呀 是不是也是和之前一样 nd array这个类型呀 只不过它形状是什么呀 三行四列 对不对 那么T2如果只取一行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的 nd array这个类型 你解吧 然后呢 只不过这个时候呢 它的形状呢 是一维的 然后呢 是四 一个豆花这样一个形状 对不对 这是取年续的多号 那目的又来了 取列 那取列该怎么取呢 我们知道写个数表去 行 对不对 那取列该怎么取呢 首先 我们交代一个通用的方法 通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管我们取行 还是取列 都是可以这样写的 写个豆花 豆花前面放行 豆花后面放列 当 当我们在 列的基础上不用管 就每面我们都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就表示取的是第二行 你解吗 因为豆花前面的表示的是 行豆花后面表示列嘛 列这里写个冒号 表示我们什么都要 我们每面都要 对不对 请问号表示每面都要 那么豆花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想取 从二开始的 后面的保几行的时候呢 也都可以这样写的 那如果说呢 我们有一天想要取 连续的多行 不连续的多行 也是一样的 和之间一样 这种方法来写 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你解吗 这个操作 前面操作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取行的 这个操作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如果要取列 该怎么取呢 那么和刚刚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print 然后呢 也是一样豆花 我们对行上不做任何操作 我们要取列 比如说我们要取第一列 第一列 第一列就是写0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他 他 他 是不是他呀 他 是不是他呀 你取的就是刚好的 是第一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取列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 要来看一下 取连续的多列 连续的多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该怎么写呀 我们要取从第三列开始 往后的每一列 2号 来看一下 是不是取到了呀 取到了哈 这个地方是他 这个地方呢 是他 对不对 他在他 这是取年续的多列 那问题又来了 还有什么呢 取不连续的多列 对不对 取不连续 大家可以猜一下 该怎么写呀 中框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要取第0列 第1列 第0列和第2列 第0列和第3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第1列和第3列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是他 然后他在这里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现在又来了 我们刚刚单独人取的行 你取的列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要取 多行和多列 而取第3行 第4列的值 这个时候该怎么写 第三行第4列 怎么写 写对话嘛 是不是 写个34就可以了 那只不过 我们要写23嘛 要减1 对不对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 我们先拿一个值 来接受一下 这里写错了 这是T2 我们先拿一个辨量 来接受一下 比如说A来接受一下 我们再来print一下 A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Type A 我们看一下 把A取出来之后 这个值呢 二行三列 第三行四列的这个机构 应该是39 不是 最后这个值 对不对 这个值呢 是个数字 看见吗 但这个数字 在这里有些不一样 发现没有 它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Lumpey.1等64种类型 看见了吗 虽然说我们取出来 这个数字 但是它不是我们之前 在Pathic里面看到的那种 Int类型 或Floz类型 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Numpey.64这种类型 就是我们什么呢 我们在Numpey里面的 数值的那种类型 对不对 理解吧 那么刚刚使得 取的是多行多列 做这个操作 那么下面来 还有另外一个操作 干什么呢 这不是多行 取行分列行 我们下面就要真正来做个取多行多列 取第三行 到 第五行 然后呢 第四列到 能写第二列吧 没有四 一共才四列 第二列到 第三列 第四列吧 的结果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咱们让B台接受一下 对于七二 第三行 到第五行 二到五才取到第五行 对不对 取到第五行 第五行不是四吗 这不二到五刚刚取到四吗 第五行 它的行号 它的行号 已经带了 它是四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写什么呀 写四对吧 这错了 就是写四啊 因为它三个手 才是四嘛 对不对 不对不对 第五行 第五行 它的所以是多少呀 四 那么我们直接写四 能取到四吗 不能 所以还是 就是取到五吗 就是五吗 具体五行吗 刚刚说是对的 不要误导我 那么第四年到 第四年到 第二年到第四年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写啊 一到四对不对 因为最后应该是求到的 而且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第四年本来就是表示 是所以为三的那一年 对不对 所以为三的那一年 我们取四的时候 刚刚能取到的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我们Printrb 来看一下 首先三到五行 三这一行对不对 然后二到四列 二到四列 就它 它 它 然后下面呢 还有没出来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应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是不是没问题啊 那么我们取的这个结果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 它们交叉点的位置啊 能明白什么意思啊 取的是 行和 列 交叉 点的 位置 是不是交叉点的位置啊 就是 比如说第二行到 第三行到五行 它们是行 这个是 行这个角度上有数线吗 我们在这画一下啊 这是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对不对 那么列呢 就是第二列到第四列 这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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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取的值就是交叉点的位置 这是交叉点 这是交叉点 对不对 能理解吗 就是所说的交叉点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交叉点 对不对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给大家画的图比较丑 比较恶心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这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点 对吧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然后这还有点 这还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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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头上 接下9个点 然后头上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谓交叉点的位置 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么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需求 怎么了 取多个不相 不相间 不相邻的 不相邻 相邻 的点 取多个不相邻的点 怎么取呢 比如说我们想取这个点 还要取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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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取两个点 我们要取这个点 还要取这个点 怎么取呢 我们之前呢 有点同学在喊 我们要写方块 来取 对不对 那写方块呢 这个地方有些特殊 我们来看一下 多少前面的 多少后面的方块 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写您 这里写您 然后呢 这里写 比如说 这表是行 对不对 行上我们写第二行 就是第三行 那这里呢 我们也写 这个地方 是第一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c是什么 这个点是不是取出来的 这个点是取出来的 对不对 刚好取得两个点出来 这是不是就取得 不相邻的多个点 它和前面这个地方 不一样在哪呢 前面这个地方 取得交叉的位置的 对应的值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呢 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取得是什么呀 0这个值 21这个值 0这个值是啥呀 就是它 21这个值是啥呀 是它 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取得 不相邻的点的呀 看见了吗 使用方块 第一个0和这个0 主要起 比较是一个值 就0这个值 这个2和这个1 主要起另外一个值 那如果说 我们还想取什么呢 还想取第三行 还想取第二行 就第三行吧 对于 第几个位置呢 第四个位置 写个3 我们来看一下c 应该是取得了170708 对不对 是不是取出来了呀 这是取多个不相邻的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列表 这个列表对应位置的 对应的位置呢 是据的行和列 然后把这两个值选出来 那选出来的值呢 选出来的结果是 首先是0和0这个位置的 还有什么呢 2和1这个位置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2和3这个位置的 发现吧 它是选取多个不相邻的点 然后对那点 是哪个点呢 就是我们在列表里面 传的位置的点 就是0和0是个点 2和1是个点 2和3是个点 那得到结果来 就这个样子 0和0再差 再差 对不对 那么2和1呢 再差 也就是在这个结果 那么2和3呢 也就是这个结果 在这里 对不对 能看出来吗 这个地方 这是关于我们 NOPIN里面的所有用和切片 我们后续呢可能用到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个最后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可以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 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说什么呢 后续大家不能使用方块 来取我们想取的值了 我们使用方块来取 我们想取的值的时候呢 它取的是对应位置的 单纯的 那么一个点而已 没有取到 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 如果是相交点的位置的话呢 我们需要直接在对号两边 写这种 冒号两边写值的这种方式来取 2到5 1到4 然后呢 它们相交的位置 结果取出来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取行和取捏 对应的某一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穿两个数就可以了 冒号前面表是行 冒号后面表是捏 然后呢 得到结果就是23 这个地方位置的值 那么取连续的多捏的话呢 不连续的多捏的话呢 就方块就可以取了 那么连续的多捏的话呢 然后呢 冒号两边加东西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了 毫无疑问 我们也是再可以写个 在这里再写个冒号 再写个冒号 再给它取一下什么呀 不长 是和我们这些列表里面 操作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这个不长呢 我们很少去用 所以我们就不放在上面了 那么取捏的话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 直接放一个 逗号后面的取0就可以了 对不对 逗号后面取0 我们把这个放到前面去 不是关于取行的 逗号后面的放一个0就可以了 逗号前面表是行 逗号后面表是列 我们要取捏某一列 我们在后面写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将取第一列写个0 将取第三列放一个2就可以了 那么取行的话呢 我们直接写数字 就表示对行的操作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通用的方法 就和之前一样 在逗号前面写行 那么逗号后面呢 写上冒号 冒号前后面什么都不写 都表示了当前这些地上 我们什么都要 最后我们在捏 取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在行对角度上 我们什么都没写 表示的是 对于每一行我们都要 对不对 每一行我们都要的话呢 还取定零列 就是取第一列 对不对 那取到就是刚好 是这整一列 整个第一列 对不对 因为行上面呢 我们每一行都要 可以直接写上冒号就可以了 那这是方式 那么取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图号里面写数字 当然了 也是可以打上逗号 然后后面写冒号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大家这地方能够理解吧 好 那么等一下下课 在上课的时候呢 大家花两分时间再敲一下 在下课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